小朋友 麻烦你用你的手指点好吗 我这个 拜托 麻烦你的手指指着菜单 你知道小新买的汉堡有多可怕吗 各种骚操作害的女大学生差点失业 那么小新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 这天女大学生从睡梦中醒来 拉开窗帘发现小新居然出现在阳台上 小新表示自己闲来没事过来玩而已 女大学生无比崩溃 这么一个大好的星期天居然遇到了这个小鬼 真是够倒霉的 由于现在急着要去做兼职 当即就关上门窗让小新滚蛋 要是迟到了 我要被扣一个钟头的钱了 你这个小鬼真是人小鬼那呀你 女大学生化好衣服准备出门 眼看小新离开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不料这小子居然偷偷跟在身后 由于小新的这番耽误 导致自己上班迟到了23秒 所以照样被扣了一个小时的钱 殊不知这才是她今天悲惨的开胃菜 很快小新就过来光过 一早到现在都是遇到一些令人生气的事情 欢迎光临 一看又是这颗马铃薯头 女大学生气不打一出来 眼看经理就在身后 她也只能暂时忍气吞声用笑脸接待 然而小新却一直不点餐 询问一些不搭边的问题 女大学生怒斥让她赶紧点 经理健壮立马过来指责这样对待客人太失礼了 对不起 生气了 是谁人我生气的你这个小斗蛋 接着女大学生拿着菜单让小新点餐 然而小新却说字太小看不到 无奈之下只能亲自把菜单拿到小新面前 请你用你的手指点你想要的好不好 要这个 拜托 麻烦你的手指指着菜单 随后小新拿好汉堡后 就从口袋里掏出现金 女大学生以为终于要解脱了 结果发现这居然是一张手绘的钞票 这张是什么钞票啊 一千块的 你不认识字啊 好可怜哦 看到经理在场 女大学生好生好气告诉小新这钞票不能用 这张不是真的钱 可是上面写一千块啊 明明就是你自己写的 实在没办法只好从收银台里拿出现金解释 那就用它来付好了 这几人还客气什么嘛 这番操作直接让女大学生彻底破荒 对着小新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随之而来又是经理的一番教训 说着就让他先把钱收下 怎么说 你跟他也算认识 我看就从你的薪水里面扣掉好了 今天为什么这么惨啊 结果到了第二天 小新带着大部队过来 我想要点T子爱宝 照烧爱宝 你真的是一个瘟神啊 就这么烟神啊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